世界盃是什么? 为什么明明叫世界盃却只有32支球队参加呢? 这两支球队不是打平了吗?为什么不替加时啊? 又有朋友们好久不见,甚至想念知识证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疑问的话呢,那你就来对地方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简单来聊聊 什么是世界盃和世界盃的基础赛制 这个视频的内容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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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 为了方便大家,我会把时间线打在这里 我希望你们也懂我的意思 世界盃是FIFA World Cup,俗称世界盃 是由世界足球协会每四年举办一次的运动盛会 自1930年第一届开始,除了在1942年和1946年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办了两届以外 已经成功的举办了21届 今年2022年世界盃将是第二十二届世界盃 由卡塔尔承办 关于卡塔尔这个人口大概只有北京十分之一的国家 是怎么获得世界盃举办权这个事情 有很长的故事 但今天我和大家来聊的是基础的东西 并不想来聊卡塔尔和FIFA的故事 如果想知道一些小细节的话 我推荐大家可以看看村长托马斯的这期视频 好了,那我们回归正题 无论你是不是球迷都应该或多或少的在哪里听过 或者看过和世界盃相关的东西 今年的世界盃将在北京时间 2022年10月21日星期一凌晨0点准时开球 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卡塔尔和南美竞女恶瓜多 世界盃的魅力有多大 我用一句话形容就是 如果不是世界盃 谁吃饱了撑着看这两只球队体比赛 虽然足球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 但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次看球 或者说以前看球会对足球比赛有一些疑惑 所以秉称着世界盃四年才有一次 如果这次不称热度的话 下次想称热度还要再等四年的原则 好长啊,不是 所以秉称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 接下来几期视频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与十一人质足球比赛有关的东西 希望能在这个有世界盃的冬天 帮助大家答疑解惑 这次的卡塔尔世界盃 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北美和南美 五个大洲的32个国家参加 对,没有大洋洲 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中国人 所以它是代表亚洲参赛的 没有没有没有 澳大利亚是因为大洋洲每次世界盃都只有0.5个名额 所以他们是为了更大概率进入世界盃 所以才加入了亚足联 所以虽然他们身处大洋洲 但理论上来说 他们是一个为亚洲征战的亚洲球队 OK,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的细节 我们回来聊一下世界盃 现在来聊一聊 他明明叫世界盃为什么只有32个国家参赛呢? 是因为其他的国家不想参加吗? 其他的国家其实倒不是不想参加 主要是因为世界盃其实是分正赛和预选赛的 即将在卡塔尔开始的是正赛 为期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有32支球队参加 这32支球队除了东道组之外 剩下的球队都必须通过赢下各大洲 自己的世界盃预选赛才能来到正赛 所以说虽然你看到的只有32支球队 但这32支球队是经过层层选拔 干掉了如国足一样强大的对手 才有资格来到这个盛大的舞台的 连都不要了 通常情况下 世界盃预选赛会在世界盃结束的第二年就开始 预选赛基本包含了世界上所有有足球队的国家 所以说如果没有太多意外的话 在2023年2026年世界盃预选赛就会开始了 由于参赛的队伍非常的多 且还要规避开各国联赛的比赛时间 世界盃预选赛的赛程夸度是非常长的 由于近年来疫情的影响 对2022年世界盃预选赛的赛程有一定的影响 我这里就拿2018年世界盃亚洲区预选赛的赛程来举个例子 当年的预选赛是从2015年3月就开始了 一直断断续续的提到2017年10月 虽说一共只有24个比赛日 但足足两年半的时间才提完 所以如果你每隔三五个月突然看到国足的新闻的时候 大概率就是他们又要开始冲击世界盃了 不过下届世界盃也就是2026年的世界盃 为了让更多的国家可以体会到足球的快乐 会有48支球队参加正赛 到时候预选赛和正赛的规则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那是4年以后的热度了 我们4年以后再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时候双方踢身和平手却不需要踢驾驶赛呢 那是因为驾驶赛只有在淘汰赛阶段才会出现 世界盃正赛阶段会进行两个阶段的比赛 分别是小组赛和淘汰赛 小组赛顾名思义在小组里面比赛 32支球队会被分成8组 每组4队进行单循环比赛 就适合分在同组的其他球队各踢一场比赛 就叫单循环 如果各踢两场比赛就会叫双循环 所以每支近期的正赛的球队都至少要进行三场小组赛 在这三场小组赛里每赢下一场拿三分 打平一场拿一分 输球不拿分 因为是积分制 在每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不会涉及到淘汰的 所以在小组赛比赛的时候呢 打平是不需要踢驾驶的 在同小组内所有比赛比完之后 在小组内分数最高的两个队伍会晋级进入淘汰赛 而另外两个队伍就可以直接打包回家过年了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同分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B组来举例就好了 你问我为什么拿B组啊 是问有谁不想看美国大战伊朗 在B组我们有四支球队 分别是英格兰伊朗美国和威尔斯 我们假设威尔斯伊朗美国三场比赛下来都是两胜一负 最后获得了六分 在这种情况下谁应该晋级去淘汰赛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双方的竞胜球数了 竞胜球数的意思就是竞球数 减去你的丢球数得出你的竞胜球数 很简单的数学题哈 这里假设伊朗的竞胜球是五个 美国和威尔斯的竞胜球只有三个 那这里伊朗就会以竞胜球的优势 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淘汰赛 而美国和威尔斯因为竞胜球数相同 我们就必须得进行下一轮数据的对比 那下一轮对比的呢就是他们的总竞球数 比如说美国三场比赛进了五个球 而威尔斯只进了四个球 那美国就会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而威尔斯就只能以一球的威弱烈士 遗憾被淘汰 当然了如果他们进球数量也是一样的话呢 那还可以接着再比下去 从他们之间的胜负关系 甚至是红黄牌数等等数据 都是可以拿来对比的 发展到最后 如果一切都一模一样 没有一点点区别的话呢 赛会也会保留通过抛硬币 或者抽普克牌来决定谁晋级的权利 当然了具体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 最后会怎样分出胜负 每一届的比赛规则都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这届比赛的规则我没有找到 但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小 所以我决定投个了 希望能在评论区或者是在弹幕看到正确的答案 谢谢你们 好了小组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淘汰赛 淘汰赛就简单很多了 还是拿刚才的例子吧 伊朗以B组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了 来到了右边半区 他们下一类的对手将会是来自隔壁A组的小组第二 这一个在世界杯抽签分组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好了 A组的第一就打B组的第二 B组的第一就打A组的第二 然后以此类推C组第一打D组的第二 C组的第二打D组的第一 就是这样子 以此类推下去就行了 因为进入了淘汰赛 顾名思义这是一场有淘汰的比赛 不再是积分制 这时候每一场比赛的结束 输的一方都会惨遭淘汰 所以这个时候打拼就是变得不可接受了 如果打拼呢 就会进入加时赛 必须分个高低 拼个你死我活 当然了 如果双方水平真的非常接近 加时赛也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话 最后他们会通过点球大战来一决高下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